爆炒双翠 这道菜是采用万火爆炒法制作的一道敏菜 选料有墨鱼 猪腰 香醋 酱油 葱白 蒜瓣 味精 白糖 胡椒粉 湿淀粉 芝麻油 先将墨鱼刻上执刀 再用斜刀刻成十字花刀 镰刀切成片 继续 猪腰 先刻直刀 再用斜刀 和墨鱼一样 都刻成十字花刀 然后镰刀切成片 葱切断 蒜 取一支小碗加入葱蒜酱油 白糖 和墨鱼一样 醋 胡椒粉 湿淀粉 制成调味汁 将猪腰倒入开水中 然后倒入墨鱼 进行焯水 将两样煮料 抄透以后 浓入墨鱼 煮出 锅内放油 将焯好的猪腰 墨鱼过油 锅内留底油 倒入调味汁 然后再倒入过油后的猪腰 墨鱼 翻炒几下 装入盘中就可以出锅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 炒制的时候油温一定要高 动作要快 这道菜的特点是 质地软嫩 味美 唇香